M-MAS改装,无钥匙启动,安装视频 把这个开注垫的这条拉线拆开,电门锁拆开 拆完以后,就装这个 把这个装上去,然后点点了 这个大锁,这个拉线,开坐垫的已经装好 然后这个位置装好 然后这个,它有这两条线 两条线是接那个转线灯,那个正极线 就是这条绿色,接绿色线 然后这条中色,接中色线 然后就把这个电门锁,这个正极跟负极线直接插上去就好了 把这电门锁的正极线,负极线接好 还有这个转线灯,转电灯的正极线,棕色 还有这个绿色线也要切好 切完,然后就直接按这个遥控,一直按住 它低了一声,会响了 然后就按住上面这个行车功能 这个转向灯会亮 大锁就启动了 大锁启动了,就可以打着车了 这样就可以打着车了 好,就这样正常使用 关掉 然后,这个拉这个坐垫的 这个坐垫锁一拉,这个坐垫就开了 一按下去,一转开 大锁,电门锁就启动了 还有这个龙头锁 龙头锁也可以使用的 然后,要装的时候就必须把这个盖 这个盖有这个螺丝的 这个盖领开,然后就可以上这个盖的 上这个盖的,上这个内秤的 上网直接把这个盖锁上去就可以了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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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